中国队夺冠安贤珠在场边亮了 又叫又跳兴奋不已 北京时间2月5日消息 2022年北京冬奥会短道比赛产生首金 中国队在混接团体 依靠曲春宇和任紫薇的交接反超到首位 之后范可星帮助队伍扩大优势 中国队守住领先夺冠 拿到中国代表团北京冬奥会第一金 短道肃华民宿安贤珠这个奥运周期 也加入了中国队 他在自己运动生涯中 曾经拿到过六枚奥运金牌 今天中国队夺冠之后 安贤珠也表现得非常兴奋 又叫又跳 看得出来 他现在心里只有帮助中国队夺冠这一个想法